大家好,我是青银小卓 今天来谈谈月季浇水的问题 我看到有些新手花友说把月季养死了或者开花不好 我觉得新手养不好月季的问题 很大部分是因为浇水和施肥的问题 有人说浇水十年工,浇水是否是很难做好的呢 我觉得月季浇水一点也不难 我把月季浇水总结了25字口诀 煎干煎湿花期保持盆土湿润 若苗病,苗小苗控水,冬眠期控水 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口诀并能理解意思 应该能养好月季的 其他花卉植物也是一样的道理 煎干煎湿或者煎干煎湿都是一样的道理 意思是要让月季保持干湿循环 这里的湿意思是浇水要浇透 盆栽月季浇水时可以每盆月季挨着浇水 然后再重复一次浇水 一直到浇透水为止 这里的干并不是干透的意思 如果干透会对月季造成损伤 干的意思用重量来衡量的话 大概是盆栽重量剩余20%左右 等到有一定经验后 根据盆土表面土壤的颜色就会把握干湿 花期保持盆土湿润 是因为开花植物的花苞需要大量水分 冬眠期控水的意思很简单 冬季休眠后植物的生长活动大部分停滞 此时需要的水分很少 弱苗病苗和小苗控水也很容易理解 就像人一样 生病后需要卧床休息控制饮食 弱苗是指那些根系弱生长比较缓慢的品种 病和弱在浇水时都应该注意 区别是病苗还需要控制病害 小苗就像人婴儿时期 控制浇水量应该很好理解吧 不同环境的浇水量也有不同 露天环境的增腾量大于阳台环境 露天环境月季生长更快速 根系吸收水分也要多于阳台环境 大苗蓄水量也比小苗多 月季施肥道理也和浇水差不多 比如病若苗要停止施肥 月季施肥的话题等后面有空再讲